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普遍是你假男友的前女友 你的假男友是讲齐的好朋友 你又是讲齐的前女友 我是讲齐的 真心好友 这是六度分离理论乘不齐我 什么叫六度空间理论 是六度分离理论 就是说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的距离 中间不超过六个人 但是咱们这种关系都复杂什么 就跟世界还有其他的技巧 这以后有机会可以写个爽的 这么外快呢 所以你跟掌齐现在只是微信好友啊 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人生中有很多的时候 我都不可能一个人跑完整场比赛的 而且比赛结束了之后 我一下找不到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可不知道该做什么 给你一个建议吧 少做点目的性很强的事 多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 你怎么来了 刚刚多做了一块蛋糕给你拿过来 我知道你的计划 既然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不如看看我呗 那你先说说你的优势吧 那里有我的某方面的检测报告 我觉得其实有一项就够了 你等一下 各个方面都很年轻 那是通过 我给你三位的试用期 表现很好 即可上岗 这么明显就被你看到了 手转的话题太硬了 挺 想起就是想问问路念最近的近况 念姐最近的近况就是 依旧单身 工作努力 我已经推荐她今天比赛了 但是她说她还要再想一想 这就是她的近况 还有什么要了解呢 没什么了 姐夫 要是不做这个 我姐更爱你 你过来 你是不是故意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 我想测试一下 我叫她们俩姐夫 谁的反应最大 谁 你看 你很显然不想 让考川哥哥知道 我叫林亨宇姐夫 我是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你跟这个姐夫是假的吧 你怎么发现了 我最近都学到大半夜 看你们房间 一点动力都没有 还细细小生生啊你 不是 我已经是个准处中生了 你看一个情侣吵架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们一次假都没吵过 这太不合理了 那个考川哥叫什么 世人 我觉得世人只是想跟你暧昧一下 你个小飞孩还懂什么叫暧昧啊 世人看你的眼神 就像我看数学作业的眼神 只是想完全认我阿姨 尝尝看 咱们叔叔的手艺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 我可能得先失陪一下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觉得至少你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好像并不是这样 我跟你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你始终是个外人 你到底想要干嘛呀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过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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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架 吵架伤感情 你呢 我去来找你 不要做 怎么了 creek我做 Annie 你现在吗 在啊 就在里面 那又是不在 你以前这样口是心非 我往反方上猜就对了 不是 你是不是有点 有点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你不是从遗弃门的时候 就问我相言在不在吗 行啊 我告诉你 自从我们家在一起 我一直都请你考诺 嗨 又见面了 你们是要用这儿吗 我走 你别走 我们走 谁们 我跟你 你能先把手松开再说吗 不能 为什么呀 怕你跑 你先对比一下咱俩腿的长度 你再开始害怕行吗 好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于是就跑路了 所以你喜欢她吗 是有点 我终于不用把所有的事情 都藏起来了 互相谈了 那我们的事说呢 说了呀 反正不是也已经快要结束了吗 你想让我姐 移不开你吗 哼 有何高见啊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呢 你 多年 还经验 你得让她知道 她一离开你 你就会成为别人的恋物 两张师吧 中厨金 你 你什么玩的 从她刚那会儿在偷笑的时候 您是 她是刘子树的爸 那我就是刘子树的妈妈 抽筋了 抽筋了 抽筋 能站起来吗 能能能能 这些都是我的服役 她只想把你留在身边而已 我跟